台北股市在本周攻上万点之后 震荡幅度不断 今晚会主委曾明宗表示了 外资持续汇入创下新高 已经高达了2016亿美元 再加上6月1号的涨跌幅限制 要放宽到10% 中长期将会对市场基本面 做出正面的反应 天下杂志举行金牌服务业调查颁奖典礼 国内知名品牌王品 中华店 PC Home等高层都出席活动 今晚会主委曾明宗也受邀到现场 台股攻上万点大关后上下震荡 曾主委表示尊重市场机制 外资的情况是到昨天是 应该是前天的 是2016.2是创历史新高 外资汇入金额持续创下新高 目前已经来到2016.2亿美元 曾主委强调台股目前基本面都相当好 另外大家也都关心 6月1号开始涨跌幅幅度 即将放宽到10% 是否会带动台股再迈向新高点 相信我们跟世界接轨之后了 假设这个市场交易制度更完整 更有效率了 那很多的投资者就会进来 但是短期间 短期间我相信不会反映在量上 曾明宗表示 涨跌幅放宽措施 需要一段时间测试资本市场反映 对台股而言只是提早反映市场交易价量 在短期内应该不会有立即影响 另外也提到 期交税将会依据中长期 与国内外市场做比较 而决定是否调降 陈和平称为又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